有谁又想看我这把打野一贼 当然不是我主动拿出来的 这个号我之前说了 打了个16连胜 然后呢又三连贵 拿了三把SVP 看到我们家中单要玩一贼 结合我前面的三把队友 我细细的思考了一下 算了我给他抢了吧 宁愿我坑他不能他坑我 所以我这把玩的才是打野一贼 所以我不是故意拿这个打野一贼的 实在是经过前三把的这些抽象的队友 我真的信不过他的 不过经过三连贵之后 这一把对面的这个实力 是很明显下降了 这开局左翼就过松任头 前三把我是被打的 就是毫无招架之力 就连我的杰格都被斩于马下 所以即便是这把赢了 也不要模仿 这个EZ打野不是什么正常玩法 但说实话 我正常的下路玩EZ 还真没有这个打野玩的舒服 毕竟他对线不打地 再加上打野 卡莎的话是被削了 打野的话是慢了不少 麦克尔的话 又因为这个对吧 暴击伤害削弱 也没有非常适合的装备 也不行 沙米拉的话就不用说了 炼金冠一出 他就废了 所以赚了这么一圈 只有一队 还跟以前一样 还是可以在野区拿出来溜溜的 包括威鲁斯 威鲁斯的话 AP削了 AD的话也能打野 但是他没有AP刷的快 也不如AP威鲁斯平滑 因为AP的话 第一件是能出纳什的 虽然现在纳什是姿势硬 但是对于AD穿甲流 威鲁斯来说 那个东西 给了那点30公斤的 有点鸡肋 而且昨天的话 我也玩了一把 那个AP威鲁斯 还是打野 对面的阵容的话 是很肉的 而且是有龙龟的 龙龟这个英雄 之前对吧 我用凯蚁 大顺风 被龙龟翻盘过 再玩一打赛道队 很好用 像ADC里 除了Win 就只能是AP威鲁斯 AD威鲁斯 你都打不动 所以昨天玩打野威鲁斯 我看对面有龙龟 我就玩的是AP 结果发现 即便是现在 AP加成被削了一半 AP威鲁斯 居然还是能一套妙人 由此可见 以前的AP威鲁斯 是有多少谋 当然我只说一说 你别真去打野了 毕竟ADC 最好是走下路 然后那个水友赛 昨天的话打完了 四个队 就一个队赢了 平时群里吹牛逼 对吧 一上来就是挨虐 我都说了 拿青钢影 打单带 不听 对吧 就一队 拿了青钢影 赢了 其他队全熟了 就算开局是优势 也会被对面 单带运营斯 主要水友 跟天天吹牛逼 对吧 我还真信呢 以前视频里 我还说 保底拿个继军 结果呢 直接一轮游 我上 最起码能赢一把 真不是我吹牛 我上 我真行 然后这边的话 对面脚跃都暴走了 我们家这个中单刀妹 果然没有看错的 发挥就那么稳定 幸好我没给他EZ 给了EZ 他更能送 然后这两个话 对面中度吹 我们家潘森直接飞过来 说到潘森 昨天有一个水友 打水友赛 潘森玩得非常好 他那一队 是我这边唯一赢的一队 这个水友很低调 从来不吹牛逼 玩得非常好 你看那些脸熟的 吹牛逼的 他妈的全熟了 正所谓 越是高手 他越低调 一声不吭 然后惊艳所有人 然后这个时候 咱们已经聊一套了 冲完三项 来到咱们的强势期 像现在 磨切的伤害 跟原来没改的时候 对比一下 少了接近一半的伤害 虽然说对于 无主者这种英雄 技能可以附带了 但是对于一队 这个Q来说 相当于是吃亏的 所以说这个版本 一队的总体强度 还不如以前的 所以这个版本 我并不推荐 用一队上分 装备红利没有吃到 反而还挨了一刀 所以想上分的话 玩卡莎 但是段位一高 卡莎的话 又经常被绊 所以我反而推荐 维鲁斯 这个英雄 目前来说强度很高 昨天比赛的时候 我看到了 高分段的 也喜欢用维鲁斯 因为他没有人会绊 只要你会玩 打出的效果比卡莎都好 然后今天 发生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前天 在咸鱼卖了一部手机 然后今天到了之后 我看 买家申请退款 理由是我寄给他的是 组装机 他发了一张图片 说点开我的设备 那里面 看不到手机的 那个处理器 怀疑是组装机 然而给我退了 我当时一惊 我寄给你的是 好好的手机 怎么可能组装机 这是遇到骗子了吗 于是我驳回了 他退款 然后他也不服 继续申请退款 我俩在那个平台上 对吧 各种斗法 各种截图 各种录像 他要求对吧 跟我微信连卖 连就连嘛 对吧 我又没卖假货 对吧 深圳不怕赢得起来 让我们两个人连卖 兑现对了一下午 最后啊 咸鱼客服 说了一句 手机恢复出场设置之后 需要连网 才能显示处理器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 我寄给他的时候 我给他恢复出场设置了 然后他呢 开了之后 他没连网 他直接开机 然后看这个 对吧 看这个我的设备 所以不会显示处理器 啊 就我们两个人吵了一下午 最后是个乌龙 整得我现在 刚吃完饭 妈的一下午没吃饭 当然啊 手机卖出去 那得庆祝一下 所以说今天晚上就不播了 等我明天白天播 对吧 请假 猪打一手潇洒 像我直播的时候 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我边上班 还可以边直播 边发视频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当时毕业之后 对吧 为了挣钱嘛 对吧 当然是哪个工资高 我就去哪里 结果被忽悠到厂里了 工资高是高啊 就是每天都很压抑 流水线的 他妈老是爱骂 所以半年之后 对吧 快毕业了 我就辞职了 辞职出了那个厂门 我有一种出去的感觉 因为是在那个青岛 黄岛嘛 黄岛那边就是没有玩的地方 想玩的话得去捞山 捞山的话打车 一百多块钱 就是去一趟就一百 回来还得一百 对吧 我是不舍得 所以说这半年 我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就在厂里 搞得我回礼仪 他妈的放纵了一个月 回来之后也得找活呀 对吧 怎么找呀 对吧 找不到 没有合适的 我们这边不是客服酒销售 最后还在家里 对吧 找了认识的人 脱了关系 然后才干了这个 每天就在那里坐着 对吧 装个人就行 什么杂活都干 工作的话比较低嘛 刚去的时候才两天八一个月 但是很 怎么说呢 很闲 没有无形意境 就是玩 一天八小时 有五个小时 我都是在发呆 你要想一想 对吧 如果当时我在厂里干 你现在还玩游戏呢 我估计我的精神不正常了 毕竟现在都毕业了嘛 对吧 到毕业季了 大三的呢 也要步入实习了 我的评价是对吧 进场可以 如果说你刚毕业 家里不能就是 对吧 一般刚毕业的学生 在家里待着 父母都会说你两句 虽然是无心之觉 但肯定心里不是滋味 所以说 可以进场 挣点快钱 然后留着 对吧 当自己的保底人 然后你再回家慢慢找 最长就半年 不要超过半年 再好的厂子 它也是就是 有点泯灭人性的 你想我去了那里 我刚去报道的时候 那个人事部的人 跟我说 在这里 我们这个厂是很细少的 因为我们是严格八小时的 我一想 八小时太良心了 结果去了之后 我才知道 B是认读 八点上班 但是你七点就得集合 准备和上一个班的人 交接工作 然后呢 五点下班 还是得集合 然后逼逼赖赖的 整到六点多 说是八小时 实际上是十个小时 我刚学的时候 我是学生学习的 我仍然记得 带我的那个师傅 最喜欢过说的一句话 就是你这个大学是怎么上的 连这个都不懂 大学又没有教过 我是第一次弄 你干了十几年 我要是干的比你好 那你是干什么吃的 就是他仿佛在贬低你 来提升自己的优越感 虽然他没有上过学 但是他流水线 做得比你好 他就可以觉得 对吧 你这个大学生 对吧 还不如我一个小学 没上完的呢 在厂里有很多这种人 还有我们那个班长 对吧 就喜欢骂我 因为那个厂里 经常会有就是 被忽悠过来的学生跑路 所以你刚去的时候 两周之内 是不会发这个工作服的 所以我肯定 刚去的时候 我没有工作服 然后我那个班长 看到我没穿工作服 对着我就是一对骂 当时我也不服对吧 我就说他没发 我怎么穿 就给我个安全帽 我去哪里整工作服 本来是他的问题吧 他嫌我跟他顶嘴 就这种人无力取闹 知道吗 你像武汉是比较好的 武汉能坚持半年 我一个宿舍的 和我一样都是学生 对吧 都是被忽悠去的 才过了一个月 那宿舍就我一个人了 就每次有一批学生 来实习的 进来干 他们都会买那些 就是生活用品 知道吗 他们走的时候就不要了 你知道我床底下 有多少个盆吗 十几个盆都是我的 肥皂一堆 他们走的时候 跑路的时候 一声不吭 全丢给我的 搞得我带了半年 对吧 我床底下十几个盆 甚至有些家里有钱的 对吧 可能是被忽悠来实习的 家里肯定很有钱 那个饭卡充了一百 然后呢 干了不到两天就走了 饭卡就白送我了 搞了我这半年 有一半的时间 都是用别人的卡吃饭 我还记得我走的时候 那个人事部的问我 我看你挺能吃苦的 你都坚持半年了 对吧 你现在走了多可惜 我可惜你妈 你用本事你自己上去干 说实话 吃苦倒没什么 关键是这个环境 知道吗 那些人总是喜欢 对吧 仗着自己的资历 嘲讽你 慢骂你 以前看电视剧 都是领导骂你 你真干了 发现啊 领导都懒得骂你 真正针对你的 是跟你一样的人 领导很聪明 对吧 见面都是笑嘻嘻的 人家干嘛要得罪你 对吧 真正喜欢找你麻烦的 对吧 喜欢骂你的 喜欢给你整优越感的 都是跟你一样的 所以啊 年轻人不进场 这不能怪他们 对吧 你是不拿人当人 谁想去 刚毕业的时候 我还是有雄心壮志的 对吧 你看现在 一个月三四千 我很满足 很开心 最起码咱不会爱骂 对吧 就我现在钱都多的花不完 知道吗 没有女朋友 钱多的花不完 真的 就半年 我的心态就转变这么大 你就知道这个厂里的生活 是不是人呆的 我当时分配的是那个饼组 对吧 我们这一组的人 除了我 都是有老婆孩子的 跑不了 跑不了 我就不一样 我想跑就跑 哥们没有软肋 对吧 安全帽一丢 把工资给我结了 哥们先撤 对了 我们那个厂 全年无休 就是你可以请假 请假就扣工资 明文规定 全年无休的 就问你厉不厉害 最恐怖的是 这个厂在那边 都属于好的了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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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